好的,美国海军两艘配备神盾级防空系统的导弹驱逐舰 在昨天穿越了台湾海峡,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 这项巡逸行动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 紧接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之后 那么两岸也在今天分别对此发表了回应 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洁一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 那么台湾同胞应该认清美国行动的真实目的 千万不要帮美国打台湾牌 这是刘洁一的说法 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则是回呛 是中国频繁的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 还有基建的绕航在先 对两岸的现状造成威胁 台湾作为亚太区域负责任的一方 将持续的和包括美方在内价值理念相同的国家来深化合作 中共当局对于美方的军舰行进台海一事 无需牵托推诿,过激反应 陆委会也重申 只要在对等真言,畏涉政治前提的原则之下 愿意对岸领导人等各方层级的官方来进行沟通和互动 那么我想先请教张静章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哦 那么但是这一回呢 两艘美国神盾级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时间点 还有美台双方 像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发布相关讯息的情况 以及北京的后续回应是否有值得我们外界观察之处 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张静章老师 东宁我想啊 这个对于所有观众 这个我必须要先澄清 假如美国要派遣任何军事的舰船 或者说是空中的轰炸机去执行啊 譬如说像这个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这种事情 或者自由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 或者说就是这个轰炸机经常性的现身 叫做CVP Continuous Bombers Presence的 通常都会有配套的这个相关的国务院 或者五角大厦的发言人 或者的相关的军事总部 比如说太平洋总部 或者说特定战区的总部 去发布这些的行动 而且他绝对不会说是光行动 但是不去说明 身为一个强权国家 他要做任何一个去表态 政治表态的行动 他都必须经由正式的发言系统予以配套 这次两艘美国海军的航舰 经过航金而不是寻意 航金这个台湾海峡 我认为假如没有任何配套的 这个正式的发言人 去发出配套的言论 我认为他只是正常的航线 我认为过度的诠释以及解释 或者过度强烈的反应 其实都是误判整个情势 不但是没有必要 恐怕也将来会一笑大方 好的 感谢张静张老师 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翁明贤教授 当然刚刚说我们不要过度解读 但是美国军舰这个时候通过台湾海峡 究竟对北京传达出什么讯息 受到大家的关注 而且在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 我们也注意到相关政治的发言 包括台北和北京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 都发表了回应 而且在回应的时候分别提到了 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那么您是如何解读 美国军舰行经台海 所引发的这一连串的政治效应和解读呢 翁教授 在目前两岸这个政治关系 进去政治关系处在一个冷和的时代 那么任何这个有外力的这个行动 比如说美国的军舰军机的这个出现 那么当然会引起很多不同角度的一个解读 不过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时事 造情势 那么目前我们都在关心 从日本 从台湾 或者从美军的角度来看 目前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强烈台湾 玛丽亚 那么正在太平洋东部行程 那么她的整个这个包裹的半性 那么逐渐升高 那么有可能从这个今天明天到下个礼拜 都成为她一个很大的话题 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么美国的两艘这个导弹驱逐舰 在这个时候 那么如果他们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 近地的方向 从南海经过巴士海峡 那么经过台湾的东部海域 往这个日本走的话 那包裹人都会受到这个玛丽亚台湾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么是不是因为 因为有这种台风的这个清晰的可能性 那么他们改走这个台湾海峡 海峡中线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当然会受到台北北京 很多不同方面的解读 但是我认为 如果从一般这个战略界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这次显示 谁是美军认为 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的水道 那么它是具有 所谓的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力 那么当然又同时表现出来说 这个美军这个常态化巡遇 不仅会在南海出现 那么未来有可能应用两岸的情势发展 可能会在台湾海峡 在东海出现 所以这三点我觉得是我们有必要 特别继续去关注的课题 好的 感谢翁教授 继续请教张静章老师 当然如果只看这个昨天 这个美国两艘军舰穿越 或是航金台湾海峡的话 这个大家说不要过度解读 但是我们如果从一连串 最近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来看的话 很多人都认为 事实上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 是不断在升温的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华盛顿 战略级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格莱伊 邦尼·格雷斯 他日前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台湾下个月八月份就将参与 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这个海军演习 而且格莱伊还说这个不是第一次 但是现在是正在公开的来宣布 那么当然另外也有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专家 认为这个双方的军事合作 其实和真正的联合军演 还有一段距离了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格莱伊的说法 还有这个美台真的举行联合军演的可能性呢 张老师 我认为就是说我们跟美国 就是假如有机会获得军事交流 对于维持国军的战略 确实是相当的重要 但是对于各种新闻的揭露 其实对于我们真正去维持军机保密 未见的是能有正面的效应 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去省思 究竟这些是真正有质量的突破 还是把已经在进行 正在实践多年的事情予以揭露 假如有很多事情经过曝光 曝露出来 对于我们没有实质的帮助 我认为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太高兴 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希望能做 而不要随便去说 因为说的越多 越可能遭受外在的政治压力 而影响到真正它实际运作的进行 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必须 尤其是我们跟美国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 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安全的协议 所以很多事情国军做起来都是忍辱负重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能够少说 能够多做 我认为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好的 感谢赵老师 那么汪明星教授 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美台 所谓进行联合军演的可能性 那么其中有一种揣测就是 其实也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这个很大规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 从6月底到8月都在进行 此刻正在进行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是撤回了 给中国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 那么当时台湾的国防部长颜德发就说 在立法院当时的时候 他说一直以来 其实都希望争取台湾能够加入 这个环太平洋的联合军演 那么现在中国撤出了 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那么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 也曾经正式的呼吁邀请台湾参加这项军演 不过现在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 我们看到正在美国的夏威夷州 还有加州举行 它的规模非常的大 有来自26个国家的舰艇 地面部队 人数多达25000人 还有超过200架的飞机 可以说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国际海上军事联合演习 那么现在是除了中国跟台湾之外 所有的南中国海的主权申索方 都出席了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你怎么看有外界揣测 未来台湾加入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 一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美国所主导的 这个两年次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它是一个美国所主导的多边海上的一个军事演习 因为我们了解到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 除了所谓的多边之外 那么还有很多的双边的海上或是空中或陆地的军事演习 比如说美韩 美日 美日韩 或是美泰 或是美国跟菲律宾 或是美国跟印度 其他相关的东亚国家的演习 那么这是显示出来说 美国正在思考进行一个新的一个专业思考 那么准备来应用一个崛起的一个中国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海洋 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准备 来因应未来中国 不仅这个军事力量突破第一岛链 那么走向第二岛链 那么更走向印度洋 这样的方面的一种思考 所以我们了解到说 美国的这个太平洋司令部 那么也改名为印太司令部 那风陆程度也符合 美国所强调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来对付一个崛起的中国 这样一个战略思考 那么这是第一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问题 那第二点我们从2017年2018年到2019年 这个美国的国会参议院 众议院都通过所谓的国防授权法 那么里面都有很多 对台美台的这个军事交流 合作的程度的问题 那我觉得尤其注意到是2019年 在6月16号透过美国参议院通过 那么他叫HR5515 那么在他的一个1243条条款里面 有提到有关于如何透过美国国防部长 来协助美台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 那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 譬如说暗光演习 那么又强调由这个台湾军队 能够参与美国所主导的相关的军事演习 譬如说反对方军事演习 或是其他的相关的演习 那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美国国会透过这个迷的力量 显示出来说应该来强化 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关系 提升两边的这个层次 那么又加上美国总统川普 目前正在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 所以某种程度把这个美台军事交流关系 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 来因应一个崛起的中国 那在这种中央底下 当然会强化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交流合作关系 所以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正式的 这个参与这个Rimpact的话 那当然对台湾的整体的军事的交流合作 跟军事的准备会有很多的帮助 那么我们刚刚也了解到 这个美国的CSIS的 这个中国计划的召集人 格莱姨强调的 那么他也这样透露 那台湾也参加过 泰民洋岛国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 那换言之 那么台湾在过去某种程度间接的 那么这个透过不同的身份来参与 跟这方面有关系而说 是一个常态 那未来那么如果要再公开化的话 那当然会提振台湾的 一个军事的一个能量 跟他的一个展现机会 但是某种程度 那么也会加深两岸关系的一些困局出现 那么这就是台湾未来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好的感谢翁教授 就很快来请教在高雄的张庆张老师 两个问题请教您刚才是 翁教授所提到了这个2019年 就是已经通过的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L 提到了特别提到了说 让美军参与这个台湾的汉光演习 也让台湾参与这个美国所主导的这个环太平洋的联合军演 您怎么看 另外这除了这个军演的部分之外呢 近来很受到大家瞩目的还包括了这个美军陆战队 进驻这个台湾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知道这个依据美国的联邦法令 美国的海军部长是可以应美国国务卿的要求 派出陆战队担任这个驻外机构的这个位数的任务的 那现在这个事情的讨论非常多 包括CNN美国有线电视的报道说 这个国务院已经申请了这样子一个事情 另外这个美国的陆战队时报 Marine Corps Times也特别提到一些很具体谈到说 到时候进驻的可能有10位这个陆战队的队员 那看起来是煞有介事您怎么解读此事所引发的一些政治联想呢 张老师 我先讲有关就是这个所谓陆战队的MSG 就是Marine Security Group的进驻 首先我必须要在这边这个特别提起 所有美国官方已经速度 无论经由国务院或AID认这个事情 而且Marine Corps的这个Times的 它所引述的是CNN的报道 而CNN所提出的报道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就是多是 就是非常的这个意识性的 而且它所真正提出来所谓兵力十元 这是根据所有这Marine Detachment的正常的状态 我总觉得大家老是喜欢听一些小道消息 而且都不去真正去听 AID无论是媒介法或者发言人 速度在第一时间就公开否认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联纲法规第十四章 这个有关这个相关的条款 这个假如没有记错好像是5893还是5983 那上面有特别提起必须是由美国国务卿 其实是向海军部部长去提起 而且只能派到三种地方 而AID都不是这三种地方 我相信无论是哪个美国国务卿 要是提出这个 这个真正的要提出这个要求 它以后很可能跟北京 在外交上面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空间去打交道 所以我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你 关于第一个问题 北京卿航空演习 对 联合军演的问题 我倒是建议大家回头去读读看那些条文 究竟用的是show还是用should 因为should是说这个国会表达它的意念 也就是说我国会的态度认为是如此如此是应该 但是它却不是有强制性的 要是show那就是说是有强制性的法案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等于提供了给这个就是行政当局相当程度的提醒 也表达了国会的意念 也表达了假如行政当局要如此去做 国会应该会配合呼应 但这并不代表这个是说主管外交关系的这个行政当局 真正的会去在做 而且我们就时效来讲 我们诚然就是说参与军事演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有剑学的方式 有派出真正的部队的去参与结合实作 但是有很多东西只有实作的部分 但是没有参与到前面的计划作为 我们相信军事的训练就跟堆积木一样 是一点一点一点来做 所以它有很多是属于这个见不到的基本盘 在很多训练之前前面是非常枯燥 就是分开来的训练 然后再就是要分裂 然后大家再要合在一起来合练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有没有参与之前的计划作为 有没有参与整个演习的想定 这其中的差距是差别很大 有很多是作秀行到了那边只是兵力的展示 大家按照既定的科目然后去走过一个场 这里面的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大 最后我也必须非常诚恳地讲 美国并没有专门设施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任何一个组织 是专门来帮助中华民国国军去增强它的战力 所以我们即使获得这种跟美国相互切瘦的机会 仍然要是能够获得实效 必须每一个国军官兵真正认真的学习 其实美国的军官或者士官 他万一受命来参与我们的国军的演习 你叫他在很短的时间立刻去了解国军的真正的作战的思维 以及他面对的实际的问题 你要他立刻能够去讲出很有建设性的东西 我也觉得这是强人所难 所以虽然有杨和尚来总是一个机会 但是你也不要去相信杨和尚来面的经一定都好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再三的强调 我们所有跟其他军队相互切磋交流 对于巩固国军战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正是因为他得来不易 尤其国家的外交处境是如何的困难 诚如刚才翁教授也提到 假如我们今天跟美国关系 去维持交流的关系 对于两岸关系也是确实投下变数 所以两者之间如何权衡 这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 我们宁可多做少说 永远的事情为了很多国内的政治消费 一定要把它曝光出来 到了最后真正伤害的是国家的真正整体的利益 这一点我要再三的强调 宁可埋头苦干 而不要随便去敲锣打鼓 去争取一些短视 争取一些眼前的政治利益 好的我就顺着张张老师讲了 就请教翁明鞋教授 你怎么看 虽然说美国的军舰航经台湾海峡 或是我们过去说 根据我们的了解 是美国的将领 新英将领穿便服的方式 参与所谓台湾的汉光演习其实都是行之有年 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近来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的改变 真正的做法不同的是 把过去只能够做不能够说的事情 好像现在是一件件的公开出来 而且是透过这个正式的管道去把它发言出来 那么您看现在这个变化是美方主动的成分居多 还是台北这边的政治操作的成分群都跟美中之间 现在一些紧张的互动关系是否也有关联呢 吴明贤教授您的解读 军事关系的升温 当然跟美台两方 不管是主动 或是刻意 这个进行操作 都有它的一个关联性 因为对台湾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强化台美的军事交流关系 提升未来这个美国受台武器的值跟量 强化台湾的国家安全 这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当然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现在美国跟中国有贸易大战 那么在南海还有主权争议的问题 那么处理北韩议题 还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 那么美国某种程度 是要建构更多的一个战略筹码 更多未来因应中国崛起挑战 那么可以因应的一个这个旗子 所以照重道理下 那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动者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操控 主动来影响这个美台的军事关系 而不只是由美国来主导 美台关系的一个下一步的发展 那也就是目前美国极力 透过美国国防授权保安 那么要求强化台美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 那未来有可能更提升 它的这个富翁的成绩 那未来有可能进行更多的 所谓的非硬体的交流 比如说双方的军事人员的交流 参访或是相关的训练准则 这个东西都是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在这种问题下 我们当然必须要提到说 那么台湾如何来操作 这个美台关系 也就是军事关系的发展 才能够为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国家 造成更大的这个安全 那我们也必须要提到说 那么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那么他开始挑动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的一个版本 挑战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底线 那么他不仅跟这个参与总统有电话的通话 后续我们还对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有所质疑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看 美国的整个战略一个思讨是在做这种美国对来政治的微调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通过 所谓的TTA台湾旅行法 那么在台湾旅行法我们的程度就是提升 美台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管道 那么美国国会那么也陆续通过 有关于所谓的台湾这个国防事务检导委员会 那么来这个更进一步理解台湾的国防发展需求 跟这个未来的走向 那么从近年当中就可以了解到说 整体的这个美中对峙底下的一个战略态势 那么到美国有更多操控这个美台军事关系 发展的这个因素存在 所以在这种过程底下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说 不仅这个美台的一个军事交流关系要持续进行 那么有关两岸在这个政治关系 或是在军事关系的一个发展过程中 也必须要考虑到 那么如何能够了解到美中关系 那么会讲到两岸关系 尤其是两岸的一个军事关系的时候 那么从如何来进一步的思考 所以未来面对美国更加强 那么对台的武器的出售 或是对台军事领域的交流发展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如何同时也进一步去强化 两岸之间的一个政治的这个互动 那么网友程度 那么两岸之间是不是也应该进行 一定程度的军事互信的一个接触跟讨论 那网友程度才能够真正的建构 一个有良性的美中台三边的一个军事互动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这个也涉及到这个两岸关系 未来的走向的问题 那么网友程度又变成一个三角 战略复杂的一个议题 好的 感谢汪明杰教授 所以他觉得不值得这么做 那想请教张敬教授是您如何看待柯敬生的说法 此外美台间的军事交流 是不是有可能在过度的这个政治运作 还有媒体曝光之后 会产生一些适得其反的效应 您的看法 我想我首先应该这样来讲 在美国这个内部之中 他肯定要有现在有不同的派系 其实他一直也有所谓不同的派系 他可能有所谓红队 蓝队 但是无论是红队跟蓝队只是路线的不同 他最高的指导原色仍是美国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 所以无论台北要做如何的政治操作 但是不能去抵触到美国华盛顿本身所持的国家利益 所以在目前来讲川普政府之中 这个确实有一批是属于跟以往的国务院的建制派 跟非建制派两者之间路线的斗争 诚如刚才翁明贤教授所提出的很多现象的观察 但是我确实没有像翁教授那么乐观 我认为这些都是只属于我们讲说 假如我们借一个股市的这个叫做用语而言 是消息面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基本盘可能看起来是很难以松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总觉得大家都是要戒身统俱 但是我确实同意刚才翁教授所讲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在这边不断的加强 美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却忽视到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 但是这个形式是客观的超之在人 而力量是主观的超之在我们 我们只能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 而不能去压保在任何一方的善力 无论这个善意是你寄望于北京或者寄望于华盛顿 这都不切实际 天下的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 那个才是真正最靠的本钱 所以对于这个左边一个消息 右边一个消息 好像这边说了一句话 你就感到狂喜 那边过去一艘船 你就感到兴奋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柯景生所讲的这句话 导致我们值得深思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何能够正本金元去将这个两岸关系给稳定发展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 假如今天我们存了一个坏心眼 刻意的去绑架美国 然后把美国卷进来 我们跟两岸之间的相互之间复杂的东西 天下没有人 没有白痴的午餐 没有人愿意去帮你流血 所以你必须想办法非常负责任 而且成熟稳健的去调整好这各种的关系 所以越是在这种情境之下 我认为低调从事 这个低调行事远比高调张扬来得好的很多 而且我们必须要非常冷静务实的要知道 就算是美国人跟我们有交流协助 确实是有注意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他的注意其实是有限的 我们今天还是要踏实的自己能够建军 所以我们自己国内的国防体制 是不是能够应付我们国家安全的需求 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负责任去深思的面对 所以来面对美国人给我们提出的建议 我们试问自己 美国人不断的讲说我们国防预算不足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加过 这个加到足够的数量 我们到底今天这个国军整个就是全部兵制 做了之中 美国已经不断的发出警语 我们却不当做一回事 所以我认为你今天要怕别人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也要自力自强 也要做出一个样子 值得别人来帮助 张敬 张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想请教欧敏贤教授 同样的这个问题 就是您怎么看刚刚柯庆生 刚刚我请教张敬教授的关于柯庆生的说法 那么此外也想请教您 就是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 会不会在川普政府过度的操弄之下 反而造成了一些事的其反效 我想这个刚刚这个国会提到那个柯庆生的讲法 柯庆生的也是回应这个中国北京方面 对于这个美舰可能停靠高雄岸 和高雄岸以外 这个港口的这个可能性 这个叫做POCOS 这种概念 那么事实上这个议题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发酵 那么中国驻美的公使也提到 当这个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到来 那柯庆生写出来说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的关键 基本上这是要回到2005年 中国人大所通过的这个反飞令国家法当中所提到的 当台湾有发生这种外力介入 那么干预所谓的两岸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 那么中国会用所谓的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所谓的这个主国统一问题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这不仅是这个涉及到所谓的反飞令国家法 那么又加上这个2014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么通过国家安全法 通过所谓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义务的时候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中国大陆强调这个对内要维稳 那么对外要维权 那么所谓的一丝一土 不能这个失去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某种时候这也是基本上是提供给这个 针对美国国会 针对美国行政当局的一种强烈的反应 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物名也是这个中国针对美国 那么从2017年以来 一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 所谓的这个推动整体的 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海洋力量的一个整理来看 那么因为这个美国也了解到说 中国大陆目前的军力兵力 从那海空军的实际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已经突破第一岛链 进入第二岛链 所以美中的对视的一个主轴 是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这个广大的海域 那么这个广大海域 美国是透过夏威夷、关岛 还有这个东京 这个三角来约制这个中国道路的向东的发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台湾位在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的位置 那么这个关键位置基本上 如果台湾的这个军事战略的态势是属于西边的中国这方面的话 那对美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反之 如果台湾的一个战略态势倾向于东方的美国跟其他的亚太国家的话 那物理也会让中国的一个战略动向会受很大影响 所以基于以上这两点 那么当然这个美舰停靠 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战略的一个讯息 因为停靠某种程度高雄港的这个军事战略意义 不如在台湾海峡东部的某些港口的这个战略意义重大 所以在这种东西下 我认为当然美台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的升温 一定程度的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主持人问到 最近两岸的这个领导人见面会面的将军的这个期待 一直不断的这个出现 那么2015年的11月7号 那么在新加坡有马席会或喜马会 那么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来之后 那么为了稳定两岸关系 某种程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会面的话 一定程度也可以稳定两岸关系 那么更能够主动来操控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 那换言之让这个美中台关系的美台关系 跟两岸关系跟中美关系 那么这三个这个角度都能够顺利进行的话 那某种程度才能够让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 更景象一个和平稳定 所以从这条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都要讲说这个军事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 那么两岸或是台美或是中美关系的军事关系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中美的军事交流非常频繁 那么中美之间也有很多相关的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 譬如说避免海上碰撞协议 那么相关的这个高阶领导人或热线的建议都有 那么台美关系目前透过台湾旅行法 透过这个长期美台之间的非官方的间接的这个军事合作交流关系 某种程度也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军事互信关系的建立 但是两岸关系到目前为止因为政治的冷和 那么导致军事方面的这种态势不往来 那某种程度也就是说两岸的军事互信 在2000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国外报复书也有提到两岸的军事合作互信 可以从近程中程到远程的阶段 那么到了2008到2016两岸合稳了 但是基本上还是没有从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角度去思考 这样的议题 那么现在2016又是民进党上台之后 那某种程度更显示出来说 当美中台三边关系要稳定的时候 当这个美台有军事交流合作 那么中美有军事合作跟相关的军事互信机制的时候 那么两岸确保这一块 某种程度也造成更多的这种风险 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两岸应该更进一步去思考的课题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 我们就很快来接听两岸听证观众朋友的电话 然后再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进行综合回应 和一分钟的上半场总结 先请湖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湖南的刘先生您好 请讲 是的 请说刘先生 我看那个美国和那个台湾肯定那个美国不会放弃 美国它是两面派嘛 它两帮人肯定有一帮人它是支持这个台湾的 有一帮人支持这个中国大陆的 绝对不会把台湾统一到那首席 他们看出这一点 好的 谢谢湖南的刘先生 上海的王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上海的王先生请讲 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请说 我想问嘉宾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中共那个一千多美飞弹对着台湾 但是那个国军的很多高级将军退伍以后 还是跑到大陆去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美国可以卖那个F-35给日本 但是他就是不卖F-35给台湾 很多先进的武器他都不卖给台湾 他不相信台湾 到底不相信台湾什么人 好的 感谢上海王先生的提问上 我们请来宾綜合的来回应 我也很快念四位网友的留言 一位是李东升先生 他说美国已经和台湾举行经验 这是他的说法 然后也会陆战队在美台协会正式运作之前 进驻台湾负责AIT的维安 其实都是美国在宣示美国的战略底线 防止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 这是李东升网友的看法 另外还有一位网友 民国1945 他说美军从台湾海峡中间通过 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告诉大陆 不要误判美国的决心 不可以越过中线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还有一位Edwin Chen 他说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他们对台湾采用收买的策略 随着美中贸易战爆发 中共的外汇储备会大量的减少 中共的收买手段是不可持续的 要台湾保持警惕 中共可能在未来突袭台湾 形成既定的事实 来逼迫美国接受现实 台湾最好要求美国尽快的 恢复在台驻军 这是Edwin Chen 他个人的看法 还有一位王巧 王巧这位网友他说 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航行 以及台湾国军参加美军主导的军演 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守护驻台办事处 已经成为常态 说中国未来习惯一下就好了 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 一分钟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静章教授 我想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有很多差异很大 但是我要提醒 一个国家两岸今天要面对这里 未来是独或是捅 我必须要提醒两个实力 首先我要提醒 当两德统一的时候 苏联红军还驻扎在东德境内 他真是要捅 就算有外国驻军 他还是会捅 当东帝文独立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国家外来的军队的帮助 他会毒 最后他还是会毒 所以其未来两岸的命运 究竟走向统根毒 跟美国是否来帮忙 是否来驻军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这我必须要提醒 至于美国要授 这个授与台湾任何军事的5G的项目 那个军售的目的 他的宗旨是巩固出售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而不是满足求售国的军事需求 这一点我们是要很明确的要讲清楚 好的 感谢张老师 温明贤教授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根据我们这个沙曼展的一个讨论 我们了解到说 任何的军事作为 一定有他的一个政治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到 美国的政治目标在什么地方 那么台湾的政治目标是什么 那么在这种状态底下 美中的三边的政治目标 是否能够趋一致 那换言之 这个军事交流是一个非常 这个高度复杂的一个议题 因为这涉及到主权的问题 涉及到国防安全的问题 那么现在目前两岸的这个军事案件关系 那么又不仅涉及到两岸 又涉及到整个亚太区域安全的问题 那么当然又涉及到美国 那么如果来重新思考 整个印太战略底下的两岸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种过程底下 那么台湾一直不断强调 那么希望能够有助于整体亚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那么台湾也希望能够跟理念相近的国家 结合那么台湾也希望能够增进台美之间的一个关系发展 那么这些基本上就是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个政治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稳定两岸的和平发展 那么两岸的和平发展稳定之后 那么就可以让其他的美中美台 跟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能够趋一稳定 所以在这种过程底下 那我觉得三方都有必要 在进一步的就这些相关的敏感的课题 涉及到军事的议题 那么更有更多的平台来讨论 那么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现状 那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感谢翁教授 那么有关于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相关讨论 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 继续我们将焦点转向北京的对台政策 曾经当面向美方表示 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的习近平 他的对台政策究竟有何盘算 打台湾是否不如买台湾呢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